预售我们回到一个租王理论 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 看到这么多房子 一定是可能两三年前觉得不错 那时候就买地盖了 所以现在沉屋了 好房王 hold to be 房价表 看看邻居卖多少 立即下载 好房王买屋APP 我们本来是认为说 对建商来讲哀哀叫 又卖不出去 它最后呢 库存那么多 只得降价求售 可是反过来说 因为建商不买土地了 所以它的推案量自然就会减少了 反而造成另外一个效果 是市场的供给量大幅降低 反而让这个价钱还反而撑住了 所以很难讲 有的时候那也多汉空 这个还要时间 因为预售的话 预售我们回到一个租王理论 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 看到这么多房子 一定是可能两三年前觉得不错 那时候就买地盖了 所以现在成屋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么多房子 那因为以这四年来 大概每年都12万到15万户的新 预售的建造陆续会出来 所以等于说这一些还没有盖完 所以你说要消化 现在市场的卖压还没出现 还没结束 难怪阴不阴力说正要开始 但是它准不准我们后续来验证了 因为今年从年初他就喊跌到现在都没有跌 但是说不定说不定是在后面 但是我们刚才谈到因为土地 刚刚第一张我们看到是土地交易的金额 那这张看到是土地交易的量 但不管是金额还是量 世上都是往下走低的 而且量面临了十年新低保卫战 那么在这些人不愿意 就是这些大腕买土地都是有钱人 这些大腕不愿意囤土地的情况之下 市场供给既然就会减少 那供给减少需求同步降低 那就看哪一边的力量大了 就是供给这样的比例是不是高过需求 还是需求这样的比例高过供给 它会影响到所有的价格都是供需来做决定 超伴手的秘密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